斗罗大陆中玉小刚的武魂并非废武魂,而是龙族中王者,黄金圣龙。 这种龙在上古时期可是霸主般的存在,蓝殿霸王龙在他面前都差远了。 只是玉小刚在觉醒武魂时,自身体质和天赋不够高,所以变成了罗三炮。 但在柳二龙和弗莱德的帮助下,玉小刚还是能将黄金圣龙召唤出来,并且威力让封号斗罗都感到忌惮。 第一次召唤黄金圣龙的时候,玉小刚才29级,而柳二龙和弗莱德也是魂圣级别,三人的实力和封号斗罗还是有很大差距的,但为了救出唐三。 玉小刚可以说是把自身潜力都激发出来,操纵着黄金圣龙和独孤伯抗衡了一会儿,最后的圣龙本相更是让独孤伯心惊,要用出第八魂技后才能抵挡下来。 第二次召唤黄金圣龙的时候,玉小刚已经43级,而柳二龙和弗莱德都达到了魂斗罗级别,三人的实力比起五年前不言而喻。 他们所召唤出来的黄金圣龙,自然也更强大,不需要用出圣龙本相,仅仅依靠龙西就逼的手毛斗罗倒退,虽然当时的手毛斗罗已经负伤,但黄金圣龙能靠基础技能将他逼退,也不愧是传说武魂了。